他跟我也是一樣的 就是老闆還是老闆 老闆 也是老闆 對 那你是有跟他交往過還是說怎麼樣 沒有 沒有在一起 沒有在一起 那你喜歡的為什麼就 最終會沒有說在一起還是怎麼樣 因為我太窮了 你們都是老闆呀 你們怎麼能看上我這種打工妹呢 對不對 人家條件那麼好 那阿偉長得又帥又有錢 家事又好 我一個打工妹 人家一個老闆怎麼能看上我呢 那話也不能這麼說 就是說雖然我們就是我也是老闆 但是就是我就是 就比如說我找對象什麼的 我不是看他一個家庭條件出身 我就看他就是我喜不喜歡他 然後他效不孝順 然後人品好不好 就是說不會看他是不是打工妹啊 或者是怎麼樣子 這些說不存在這些的 就是說每個人都不是說 只是看人家一個職業嘛 我覺得你打工妹的話 也挺好了吧 有一份就是說穩定的工作是吧 然後也很勤奮努力是吧 這個沒有什麼可以不喜歡 對不對 嗯對 所以你會喜歡 就是跟你條件差距很大的女孩呢 是吧 嗯對可以可以我會喜歡的 就是說只要他 就是能不錯是個好女孩 就是善良啊 然後體貼啊 然後孝順啊 是吧 然後對人一些對人比較隨和 然後我這些我都會喜歡 就是不會看他是 就是經濟條件差很多 是吧 打工妹就不喜歡 這不會的 我不會的 對 我昨天不是問你了嗎 我說就是像 像你們這種老闆 就是 你們這個條件是可以找那種年紀很小的 長得很漂亮的那種姑娘 就沒有必要找一個我這種年紀又大 然後文化水平也不高 啊 長得也就那麼回事兒 嗯 這種女孩子嘛 對不對 所以你說 你剛剛說你的要求 好像好像是沒要求 那你為什麼會單身到現在呢 有 肯定是有要求的 因為 就是 有 有的人 就是比如說善良啊 然後做事認真啊 每個人不是 都統一 或者說成熟一點啊 像像我看到你就是說 比較 就是成熟一點吧 不是那麼貪玩吧 像有的小女孩就是 然後就是可能 剛畢業嘛 他可能就比較貪玩 可能就每個月啊 就賺 那點工資 全都花光了 有的還 還 還要去什麼 什麼 去透支來花錢 透支消費嘛 那這種的話 肯定就不是我所喜歡的 像你這樣子成熟 然後就是說思想比較成熟 然後工作認真啊 然後也有 很有上進心想去學習 是吧 然後所以而且 人品啊 做事啊 然後對同事啊 公司一些同事啊 都比較隨和 然後 就是 就是覺得挺好的 啊 你喜歡成熟一點的女孩子啊 啊 相對來說 成熟一點 就是不能太過小孩 小小女孩的脾氣 那你對家庭 就是女孩子的家庭條件 有什麼要求嗎 這個沒有要求 我是看的 又不是看 看中她的家庭條件 是吧 你看我像我這樣 我什麼都有了 知道 有房有車 那我為什麼要看 看中她家庭條件呢 我不看中這些了 我什麼都有 我都有 那你要是遇到一個女孩子 然後她條件比你好很多 就是你條件已經這麼好了 但是她的家庭條件又比你更好 你覺得你可以嗎 這個 我還沒遇到過 沒有 我 我可能我覺得我也遇不到啊 因為我就沒有遇到過這樣子的 一般我就是都是遇到一些 就是 稍微比我差一點的 或者跟我差不多的 比如說家庭條件比我好很多的 或者說 就是 職場啊 或者一些能力啊 比我高很多的 我是沒有 遇不到了 我是不是遇不到了 我也沒遇到過 那你要是運氣好遇到了呢 這不大可能吧 我這個 不大可能遇得到 那不一定 你這麼優秀 萬一你可能 遇到一個什麼什麼 大老闆的女兒啊 什麼之類的 但是 雖然說 老闆你的條件在我看來 已經特別特別好 但是可能人上有人嘛 天外有天 然後可能有一天 然後你遇到一個 那個女孩子的家特別有錢 嗯 然後人家又覺得說 你爸就一般般 那你會 你覺得你跟這種女孩子 能走到一起嗎 嗯 這個 人跟 如果說從 兩個人相處的情況下 應該是可以 但是 像這種女孩子 我覺得 我跟她 相愛啊 或者說 戀愛這種 可能我覺得 只存在於 童話的故事裡吧 是現實當中 是不大可能的 為什麼呢 嗯 我覺得我遇不到 像 這麼好的女孩 我覺得我遇不到 說 你看家庭條件 又比我好 是吧 然後各方面能力啊 然後或者說 經濟條件啊 都比我好 又跟我 啊 什麼 互相喜歡 戀愛 這不大可能的 這個事情 不大可能 就這種 一般都是 電視上的 童話故事裡 才有 現實當中 少做夢了吧 這個 嗯 對 就不要白日做夢 嗯 嗯 你說有道理 哪有條件 那麼好的女孩子 對不對 哪有條件 那麼厲害 孩子找 說比較不如她的 一般女孩子 就條件 條件就是 一般女孩子 都是找 找的 對象的男孩子 都是比他條件 要好一點 或者說 跟 嗯 跟那個 嗯 女孩子是 同等的 就是兩個人 條件差不多 旗鼓相當 門當戶對的 這才有可能 哪有時候 女孩子說 找什麼條件 比他差很多了 那差一點還可以 都差很多了 不大可能 那種就是 電視上才有的 一些東西吧 電視上才會播一下 就 現實當中 好 現實當中那哪有 是吧 嗯 對對對 一百個人可能還就 都還沒有一個人 對 對 確實是 我剛才就是打個比方 對 我就是打個比方 那你覺得就 如果像那樣的女孩子 他要是 嗯 他要是找不到一個 跟他條件相匹配的 然後找一個 比自己差一點的 你覺得他會幸福嗎 或者 那男生會不會是 因為他的條件 跟他在一起 他會不會很容易被騙啊 你覺得這種女孩子 這種女孩子的話 還是得 會不會騙 這個也不好說 還是得跟他多相處吧 就是說 如果說你跟他多相處的話 你就能看得到他 是不是認真的 然後 是不是 真的喜歡 真的是看重他 這個人 這個孩子也得多相處吧 對 哦 明白了 嗯 我 好 那如果有兩個女孩子啊 兩個女孩子 有兩個女孩子 一個條件 就像糖糖這樣 不太好了 然後 然後 嗯 你蠻喜歡的 然後另外一個女孩子呢 也跟糖糖很像 但是他條件特別好 你會選擇哪一個 嗯 說實話 嗯 我可能會選擇 就是 嗯 可能會選擇 條件低一點的 因為我總覺得 就是條件好的 他也不會喜歡我 我可能也 不大敢喜歡他 是這樣子的 不大敢喜歡他 因為你覺得他條件太好了 對 條件太好了 是吧 所以女孩子還是要條件差一點 反而是一種優勢 對不對 嗯 也不算什麼 說優勢吧 只是說 比較匹配吧 就是說比較匹配一點 對 但是你 你事業很成功啊 為什麼說要找一個條件 差一點的女孩子 嗯 我不是說找條件差一點 就是說差不多 也都可以 就是說 條件不好 咱們也無所謂 條件跟我們差不多 也可以 但是就是條件 比咱們好的 那可能也 咱們也騙不上人家 因為你的比男的好的 總歷就是 呃 就是很少 不大現實的 因為女孩子 一般是不會這樣子的 是吧 不大現實的 對不對 對對對 家人們你們體諒一下 那個 王 王總 他不會直播 他確實不玩抖音 不會直播 他也不會看公平 知道嗎 他是不會看公平的 那他 你 你可以偶爾看一下公平嗎 這不是都假 不是說都假人嗎 對 偶爾會有真人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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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時候是假人 對你看打字打一樣的可能就是假人 但是偶爾還是有真人說話 假人 假人會扣一是吧 還是什麼 扣 扣 扣一的 有一半是真的 一半是假的 對吧 現在直播間有兩百多個都是真人 嗯 那 是不是我們說扣一他就會扣一還怎麼樣呢 我不太懂 扣一個一二五分錢 扣一個一二五分錢 扣一個一二五分錢是吧 對 扣一個一二五分錢 不大懂這些我都不大懂 好的 好的 現在三百個人了 嗯 扣一是他們 扣一是我們要花五分錢 還是他們要花五分錢 我們要花五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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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配合我們 就是給我們營造氣氛 你懂吧 這樣 就不然的話咱倆聊天 多尷尬 跟我們聊天 啊 跟我聊天 覺得大家很開心的話 你就扣個一吧 是吧 看到沒有一毛了 等會 等會你看 你等一下 你輸好了 你這個你買單啊 我買單 我買單 你買單老闆 很開心的咱們扣個一 開心的就扣個一 對扣個一 你看人家一條 有的人扣一個一 有的人扣十個一 十個一 十個一就五毛 知道嗎 扣一個一就五分 老貴了你知道嗎 那這也太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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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呦 有點貴哈 老闆你挺節省的 嗯 挺會過的 真的 老闆很很節省的 真的 嗯 你問點有有有有有 有 你問點有有 有技術含量的問題 你別開不開心 這個不好玩 你問點 問點有技術含量的問題 嗯 嗯 嚇嚇了 不知道問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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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問我吧 嗯 就是還是 你跟阿偉是怎麼回事還是這些問題 你這麼關心我的私生活呀 對啊 我就想問一下這個東西嘛 就想知道一下 想知道什麼呀 我告訴你 就 就 就是你關於阿偉的這些這些事情 關於阿偉的啊 對 就是 他跟你一樣是個大老闆 這個我這個我 我也知道了 嗯 就是說 嗯 你現在還不還喜不喜歡他 你現在有沒有喜歡的人 就現在有沒有喜歡 嗯 嗯 嗯 我也說不好喜不喜歡 家人們你們覺得堂上喜不喜歡 覺得我還有 喜歡阿偉的扣個一 覺得我不喜歡的扣個二 對 嗯 大家都 就 都說一下吧 就在場的都說一下 我就想知道他就是說 到底就還有沒有喜歡的人 就是有沒有喜歡這個阿偉 嗯 大多數人都覺得我不喜歡了 不喜歡 我覺得 可能吧 可能不喜歡了 可能不喜歡了 嗯 但是 但是有一點 意難評你懂嗎 就是 嗯 就是我知道是不可能的 就我跟他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們認識很多年了 我們兩個是青梅竹馬的 嗯 就很小就認識了 嗯 所以說感情呢 就相對來說比較深 嗯 然後這個事情呢 就有點意難評吧 有點覺得 沒有那麼容易放下 但是 我也知道我跟他不可能了 我也知道我要往前走 嗯 嗯 嗯 可能 差不多了吧 應該差不多要好了吧 嗯 嗯 你懂不懂這種感覺 對你都不怎麼談戀愛 你應該不懂吧 我不大懂 我不大懂 不大懂就算 嗯 不大懂但我想 我想你就跟我說一下這些事情 嗯 反正 那對了他有女朋友了 他有女朋友了 對啊 他有女朋友了 我就跟你說話 他交了一個19歲的女朋友 所以像你們這種老闆 都會喜歡年輕漂亮的 是吧 我沒有 不是哦 我不是這樣子的 每個人都不同 不是說所有老闆都喜歡 年輕的女孩子的 沒有 是我不喜歡19歲的 那你喜歡多大的 嗯 20多人 就 25到 25 25左右 25到 289這樣子 那就是 我在大一歲的話 是不是就在擇偶市場上 沒有市場了 對不對 我都已經20歲了 就 我就是以我這個年紀來 擇偶 因為每個人年紀不一樣嘛 我這個年紀是大概 25到 289 大個 最多頂多 大我個 一兩個歲這樣子 嗯 然後小我個 兩三歲 這樣子一個範圍內嘛 要小你兩三歲的 不是 我是說這個範圍內 我是在這個範圍內 比如說25到30這個範圍內 然後我 就是 我 我28嘛 就到這個範圍內 就是說 那你覺得什麼樣的男生 會喜歡我這樣的女生啊 嗯 我覺得是一個 嗯 嗯 比較有眼光的 然後比較 睿智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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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眼光的男的 對 那你不等於沒說嗎 那你意思 怎麼會沒有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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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等於沒說嗎 我怎麼會沒有說 我一直就是 我說有眼光 比較睿智一點的 怎麼會沒有說 明明就有說啦 嗯 好 好 你就問 哈哈哈 嗯 好吧 那蠻可愛的 對 那他現在有你朋友的話 那你還一兩瓶什麼都過去了 就是說 就沒有什麼好一兩瓶 因為還沒有新的感情 知道嗎 就是 我也想我也會遇到一個 很好的男孩子 然後 會帶我走出 這個陰霾吧 對 真的需要一點時間 因為時間很短 我才跟他 我才跟他 有一個多月沒聯繫吧 他也就 剛談的男女朋友有 半個月 這樣子 就時間太短了吧 那你 那你過後還會跟他再聯繫什麼的嗎 就不會了吧 還是 嗯 還是朋友嗎 還是朋友 對這樣子 有可能吧 不知道 不知道會不會聯繫吧 反正 我不會主動的聯繫的 如果說 他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呀 然後 嗯 或者什麼的 如果他聯繫我的話是可以的 對 但是我應該不會主動聯繫啊 嗯 嗯 就說 嗯 嗯 會聯繫的 看吧 如果阿偉需要的話 我會跟他聯繫的 如果不需要 我 我應該不會主動去聯繫 沒有必要打擾的 嗯 對吧 家人 我就 過好我自己的就行了 嗯 嗯 老闆挺聰明的 哎 你們覺得老闆聰明的扣1 覺得老闆不聰明的扣2 對 我 我還好吧 我也不知道我聰明還是不聰明 覺得我聰明的扣1 我看一下 覺得不聰明的扣2 覺得聰明的扣1 我覺得我還是 還好啊 我覺得我還好還是 還過得去吧 嗯 就是說從 嗯 就是說可能戀愛方面 我就 這方面可能 比較一般 但是如果說 嗯 就 嗯 做事業什麼的這些 我覺得我還行 就是說 在生意場上 我覺得我還是還可以的 因為我就做生意都是 嗯 一直以來都是很 認真的一個態度 然後嗯 就是說 就 反正我做生意都很講信用嘛 然後我們跟人家 比如說合夥啊 或者說跟人家啊 啊 呃 比如說我要跟人家採購 啊 一些東西啊 啊 都是很講信用的 然後質量啊什麼的 我都做了 就很好 就 這麼些人 沒有說什麼 因為我什麼 啊 就是我做了一些貨品啊 或者什麼 就有出什麼問題的 都沒有 人家都說我這個 做生意就 很講信用很講品質的 對 因為我覺得 啊 你 就是想做一個長久的生意 就是一定要講這個品質 然後 啊 品質然後價格要 就是 比較 符合這些 不能太高價 是吧 我們要平價 平價 然後品質好 然後你這個生意 才能做了 久 人家也願意跟你合作 啊 或者說一些 我們那個實體店 我也有一些實體店嘛 然後客戶 他